哈喽,大家好,我是Aister 欢迎大家来到OMSENSE观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课题是 海底磷 延续上一章的视频 我们分享人体的脉龙 Chakra 也就是说 房门的意思就是磷子 也就是气 转成能量 脉轮就是一个锥形的螺旋 它是一个漩涡 在我们人体的中柱 有七个脉轮 从最底的海底轮 然后螺旋 就像一个龙卷风 选择而上到我们的最顶的顶轮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课题 就是海底轮 它是我们人体里面七轮当中最底的那一层 它是位于我们脊居中柱最底端的 也就是我们的会阴处 它代表的颜色就是红色 然后有着特定的线体 分泌线体 肾上线 每一个脉轮就像我们中医的学会 它对应着特定的器官 然后同时它也有它指定的颜色和音频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脉轮就是我们的人体 这个身体 这个肉体 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灵性 一个能量的一个会集中心 那我们的这个海底轮位于最底的脊居 就像我们的这个旁这个部分 那我们的这两只脚 我们这两只脚就像一个根 它是我们的基层 也是我们的根部 所以海底轮也叫做group chakra 根轮 就是整个脊椎下来 然后我们这两个脚 就好像根接着大地 接着土地往下延伸 所以为什么它也叫做根轮 然后这个海底轮 我们一般都叫海底轮 先接着大地 所以它的元素是一个土的元素 相对的一些食物的话 就是像红色的一些食物 比如说像有这个红色的盐菜 然后甜菜根 或者是一些根状的食物 当海底轮处在一个 很平衡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这个人表现出来的 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 是一个非常稳定 有行动力的 因为它根植大地 非常稳 稳扎 施扎 很贴地 很凿地 很grounding 就像我们一般所说的 但是如果我们最底的 这个海底轮 不平衡的话 那我们最常看到 就会发现 就会说 这个人就比较 就比较不早地 比较浮躁 然后情绪不稳 动不动就会发怒 就是处于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话再说回来 为什么这个人没有行动力 为什么从你的一个行动 从你的这个情绪方面来看的话 就能够看得出这个海底轮的一个状况 因为海底轮 它跟情绪 跟我们的身体 还有理性 是息息相关的 当一个很平衡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身体也会很健康 因为你的能量磁场 很大 很强 那相对的 如果他处在一个不平衡的一个状况 过低 或者过于万圣的话 那就表现出来 从这个人的一个行为上 他的行动上 就看得出来 不够稳定 漂浮 那 怎么样 让他稳下来呢 话再说回来 为什么这个人没有行动力了 源自于 他的方向在哪里 他的方向在哪里 生活有生活的目标 生命有生命的一个方向 那 这一生此生 他要追求的是什么 他的方向在哪里 为什么会没有行动力 为什么想做的时候 总是在拉扯 跟自己的一个小我在拉扯 这样做的话 不行啊 跳不出一个框框 没有那个信心 要向前走 源自于 他的方向在哪里 对生活 对生命的一个 承诺 一个承诺 或者知不知道 你的一个目标 在哪里 所以 源自于 当一个人 没有 方向 没有行动力 而造就 没有行动力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 再去玩内光 是玩内看 到底 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一个情况 少了什么 少了一个方向啊 到底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这样做也可以 那样做也可以 做也行 不做也行 要向前走 不向前走 ready top 都行 至于什么 方向 你的目标 在哪 所以当一个海底轮 不稳定的时候 就会表现出 从他对生活 对生命的一个热忱 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海底轮 是代表着一个生命力 一个行动力 那如果海底轮 属于一个 不在一个平衡的状况 那我们要怎样去调 我们可以通过食物 红色的食物 我们也可以通过 静心 冥想 连接 大地之母的能量 因为刚才有说到 海底轮是一个 土的一个元素 那我们就可以 接着 把心静下来的时候 往内光 然后我们去跟大地 来做一个连接 跟大地之母 拉大地之母的能量 让这个人更加的稳 那第三 我们也可以去家外 去打青 去接地 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一个跟土地 跟泥土 跟泥土 有一个接触 因为像我们所知道的泥土 也有泥土的一个快乐 像一些龙夫的话 他们侧着脚 下手去做的时候 其实是很多的一个满足感 源自于泥土 因为泥土的一个快乐 所以土地 原本就是一个很丰盛 能量很好的一个元素 那接下来 第四个 我们可以接着 光疗 一个色彩的一个疗愈 因为 每一个龙脉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音频 有他们的光频 所以同样的 我们可以接着一些颜色 颜色在整观 颜色 在整动的时候 都有一个频率 能够借着这个光 借着这个色彩 我们来做一个疗愈 然后第五个 也就是一个音频 刚才讲到颜色色彩 然后还有一个是声音 借着声音 所以他们有一些是做音疗 借着水晶波 借着送波 或者是一些音叉 来做一个音疗 一个疗愈 所以当我们知道 我们一个自己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一个脉轮的一个状况 我们能够往内看 其实是让我们去看回自己 为什么在生活上 我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 这件事情想做 但是又跨不出去 跨不出去源自于什么 让我们往内看 所以脉轮 我们在修脉轮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让我们自己跟自己的内在 甚至自己跟自己的内在小孩 去做一个沟通 然后去做一个疗愈 所以在今天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 关于这个海底轮的 关于海底轮的一些 这一方面的一些课题 那接下来我们会带领大家 来做一个 与大地之母 临近的一个静心 我们通过静心 我们通过 把心静下来的时候 通过内观 然后通过 大地之母的一个能量 来做某一种程度的疗愈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此 谢谢大家 感恩大家